说到游泳池,首先想到咱们使去几个比较大的特别现代化的 接下来这条片子去带您见识几个文物级别的游泳池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游泳池的前身呢 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央体育场的游泳池 它是我国第一个标准的50米游泳池 长呢有50米,宽有20米,瘦有9条泳道 这样的设施呢在当时呢堪称是一流的 现在呢这一切还保持着原样 只不过呢在十几年前加盖了顶棚 重铺了地砖成为培养奥运冠军的地方 这个基础这个包括地下的基础都是原来的 可能下去看了一下的结构依然蛮好 因为毕竟是那个时候 它也可能是提全国资历来建它 所谓高标准原要求啦 魏玉南京市体育学院的这个民国游泳池 当年除了举办赛事之外也对外开放 据说想来这里游泳的人必须到指定医院体检 领取健康证明才行 游泳池用的是续积的山泉水 有专门的循环系统 消毒措施也很严格 其实在不远处紫金山陵园新村的树林里 也藏着一个神秘的游泳池 池壁精心铺切的六边形马赛克还在 出水口也保存完好 按照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这里很可能是汪精卫的私人泳池 探访完专业泳池和私人泳池 我们又找到了一处民用泳池 这里是南京白夏区棉协银8号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游泳池 是民国时期建造的民用的游泳池 从九十年代初期呢 它已经开始荒废了 如今呢 被一片民居呢 完全的包围在里面 二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游泳游泳 慢慢了快去到这里了 奇怪的是 泳池的最深处只有1.6米 在它旁边还建有一个单独的深水池 最深处达3.8米 相对独立的深水池 还可以用来跳水 这样的设计在当时看来 也非常少见 文保人士舒克告诉我们 在民国时期 普通市民还是习惯到 自然的湖泊和河流游泳 真正花钱到游泳池的人并不多 来这里的大都是一些